近日,许家印被警方控制的消息遍布全网,与其一起被抓的还有许家印的二儿子以及恒大的一众高管们,随着许家印被抓,许家印家人的背景也被曝了出来,那么他们现状如何呢? 首先,比许家印大三岁的大哥许家青被恒大债务牵连,被债权人告上法庭六百多次,拖欠工程款十几亿,目前已处于失联状态。 而许家印的妻子丁玉梅早在七月就已经卷款逃到了加拿大,七十年初许家印就已经悄悄地和老婆丁玉梅办理了离婚,恒大累计分红的九百多亿中,已经由丁玉梅控制的海外公司拿出了其中一大部分。 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,许家印在河南五阳钢铁厂认识了丁玉梅,两人四年结婚,丁玉梅在婚后带着一双儿子南下深圳陪许家印创业。 恒大出事后,丁玉梅长期滞留,香港不归,目前已经飞往海外,不得不说还挺佩服她的,这对老婆是真爱啊,别人都是小三养海外,这是自己扛锅,原配送海外洗钱。 这要是过两年,老婆在海外养个清新的小狼狗,买豪宅游轮过幸福生活,许家印老底坐穿,那就回三观了。 许家印还有一个女儿叫许西云,网传她曾在英国黄人学院学习,在恒大财务部工作过,许西云作为恒大的小公主,不仅颜值高,还拥有不少的名车和豪宅, 但她平时很少露面,网上可查的信息也很少,如果不是因为她的父亲是许家印,这位小公主也不会被网友挖出来。 许家印被抓后,许西云在公开媒体上更加查不到太多的消息了,目前根据官方媒体消息,许家印老婆丁玉梅拥有加拿大护照,仍已在国外。 从这条线索推测,许西云留在国内的可能性不大,可能现在也在加拿大。 许家印有两个儿子,二儿子叫许腾赫,哈佛海归,恒大地产集团副总裁。 许家印的二儿子非常会玩,平时喜欢和美女约会,经常坐私人飞机,去迪拜等高级购物场所消费,许腾赫生活也非常挑剔。 他不惜别人称呼其中文名,只能叫许总,住的楼层不能有烟味,水果只吃进口的。 登记药用Peter Zoom,他曾主导恒大财富的工作,是父亲更看好的接班人。 但在2023年9月,也被直接带走调查了。 许家印的张子许志健,毕与清华大学,获得过工商管理硕士学位,曾担任恒大地产副总裁,主要负责集团物业,园林等方面的管理。 然而,在2014年和2015年,他曾两次出现在恒大集团合作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列,而后却神秘消失,无人知晓其去向。 值得注意的是,他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。 相比许鹤腾,许西云的奢靡,再加上丁玉梅年事已高,目前唯一能配合恒大处理债务,帮助许家印减轻罪孽的就只有许志健了,希望他不要像屈婉婷一样独自享受,留下老许一人扛下。 所有网友都希望他能劝说母亲回国,把转移出去的资产和信托带回来。 盘点恒大资产,积极处理债务,争取早日还清倩老百姓的债。 这样,许家印或许还能早日回来,哪怕最后自己剩不了几块钱了。 只要你能尽力还清债务,老百姓还是会给许家长子竖起大拇指的。 网友们都希望你听起几辆战指声,千万不要跪着头。